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21号发布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有哪些亮点 中国三农报道 为您带来专家解读 一年之际 各地在于春 各地不务农时 积极开展春耕春管 眼下是节后返港复工的高峰期 多地推出举措 稳就业保佣工 各位好 今天是2021年2月21号 农历正月初十 我是高凡 一起打开今天的中国三农报道 春节刚过 就在大家忙着春耕备耕的时候 中央又为广大农民群众 送来了牛年新春的政策大礼包 日前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正式发布 这也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意见指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做出总体部署 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意见要求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 一体设计一并推进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确定的目标任务为 2021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 产量达到1.3万亿斤以上 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 到2025年 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农村生活设施便利化初步实现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 乡村建设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意见指出 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对摆脱贫困的县 从脱贫之日起设立五年过渡期 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健全防止反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对易反贫制贫人口 及时发现及时帮扶 守住防止规模性反贫底线 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 实施脱贫地区特色重养业提升行动 广泛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深化拓展消费帮扶 持续做好由组织劳务输出工作 统筹用好公益岗位 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 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 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 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 要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实行分层分类帮扶 意见围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出 要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打好种业翻身杖 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针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意见要求 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 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全面促进农村消费 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 深入推进农村改革 意见强调 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 加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建设 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 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健全乡村振兴考核落实机制 本带消息 22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 题目是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社论指出 今年的一号文件围绕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做出重大部署 对于我们扎实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 促进农业高制高效 乡村一居一夜 农民富裕富足 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社论强调 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 须与不可放松 务必抓紧抓实 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 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一项重大任务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不仅提出了2021年三农工作的目标任务 还对未来五年三农工作做出了部署 中国三农报道的记者 也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专家 梳理出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六大亮点 这次的中央一号文件 它其实跟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完全一致的 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的一个总任务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而现代化强国不能光城市的现代化 很重要的是农业农村现代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中央一号文件这一次的两个主题 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跟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的总任务 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 网练是一年管一年 但是今年的一号文件呢 它是要管整个十四五时期 为整个十四五的乡村振兴 谋骗布局 制定框架 部署政策的 就从今年开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这样一个目标实现以后 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作为一个新的开具新的起点 这个对整个乡村振兴来讲 它做了一个总的部署 比如说一号文件提到非常清楚 什么是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就是为农民而建 所以一定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 这个文件里特别提到特别清楚 一定要谨慎对待这个撤兵乡村的事情 一定不能让农民这个强迫农民上楼 再比如说对于农民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育 所以文件里头提到 一定要保护而且发展好那些小规模的学校 对于这个长期外出武功 已经有可能实现市民化的这些农民 他强调要保留他的土地承包权 保留他的摘基地使用权 保留他的集体财产分益权 这个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中央提出巩固和拓展 投屏空间成果 我们的很多投屏空间的经验 界限的基础上进行拓展 进行调整 进行改造 能够用于相声振兴 所以这个选然是今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比如说我们中央统筹 审负总则 实现录制 这个是我们投屏空间的工作机制 相增振兴 原封不动的也是搬过去 武级书级一起抓 这也是我们投屏空间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体系 跟投屏空间类似的地方就是 选然还是需要动员全社会固负负的力量 那共同的推移相当整形 所以在农村里面 我们农业企业 农头企业 活动社 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 这些就非常重要 你没有这些群体产生的话 你农村里面的产业进行是非常难的 我们也需要动员东部的力量 帮助西部 特别刚摆脱绝对贫困的一些地区 继续发展 利用你东部的各种力量和资源 去协助它 乡村振兴 所以这样的机制 渲染也是会延续的 城市在现代化的同时 乡村一定要现代化 城里人现代化的同时 农民一定要现代化 城市的产业现代化的同时 农村的产业也要现代化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觉得是一个战略的 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个思维和布局 我们在乡村正习里面提到两个现代化 一个是农业的现代化 一个是农村的现代化 很多人讲就是说那有农业现代化不就够了吗 为什么一定要农村的现代化 农村现代化的含义是什么呢 是城市以外的另外一个板块 另外一个空间 另外一个群体的现代化的问题 只讲城市化的时候 很多人老子里面乡村为了就消失就完了 但是真实的现代化的进程 是城市和乡村两个文明共存 没有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 以乡村的消失为代价 这次增压文件 一号文件 已经谈到这一点 就是说以现与经济作为 推动群下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节目 因为一个县域 它是一个区域的范围 它里面有城也有乡 在这么一个范围内 它城跟乡子这样的典型比较紧密 县城能够发建起来 它也能够更好地发挥对乡村的带动作用 它这里面的经济、现代、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流 应该是最紧的 所以中央明确提出来要推进 以县城为重要在地的承证法 就是说要发挥现成的它的重要作用 除了以上这六大亮点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在粮食生产、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 乡村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各方面 都做出了部署和安排 中国三农报道特别策划 中央一号文件《我想问》 从全国各地征集了农民朋友最关心的热点话题 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了解答 魏城显是河南省华县的粮农 从2012年起便带领同村农民 办起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合作社 对于今年国家在粮食生产方面的扶持政策 魏城显提出了自己的期盼 2020年我种了三千莫消满 手艺还不错 我还准备高量的深加工 不知道国家对量的深加工方面 包括按这样的重量打火 有没有新的政策红利 让我们农民种的更有些疫情 杀要不用愁 只管种好的就种了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但与此同时 粮食又是弱势产业 受成本、粮价等因素的影响 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长期偏低 针对魏城显这样 想从事粮食深加工的新型经营主体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出 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打造农业全产业链 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 这样做有哪些好处呢 我们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 是农业GDP的大概是2.3倍 如果说农业算 我们算7万亿的话 8万亿的话 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 大概就是20万亿 后续的你像和农业相关联的 服务业、机械制造、食品制造等等 关联产业创造的这种关联效应 还是非常值得的 同时为了保护粮农的生产积极性 今年一号文件还提出了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健全产粮大线支持政策体系 等一系列针对粮食主产区的倾斜 那么这一些政策的背后 又会给粮食主产区和粮农 带来哪些变化呢 我觉得这些粮食的主销区 也应该做一些贡献 北京 上海 广东 浙江 这些地方大量的土地 都没生产粮食了 你这些大都市了 你大概消耗多少粮食 拿一部分钱的补贴主产区 因为我们现在粮食不收农业税 粮食生产大线往往就是财政穷献 所以我想可能是不是以后 也建立这样一种帮扶机制 粮食主产区为国家做的贡献大 尤其是保障粮食安全 社会意义上战略意义上大 但经济收入上和非粮食主产区 和主销区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 还是有差距的 我想国家对这些最基本的 民生 你像教育 医疗 这些都是纯公共物品 我觉得国家要兜底 要给他们支持 那对于一些 比如说修路啊 或者是渠啊 这个基础设施 这种办公益性的 省里面的财政 要设得花钱 要兜底 的确 当我们端起殷食的饭碗时 一定要反补那些为了保障米袋子 而踏实从事粮食生产的地区和农民 实现不同地区 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 而接下来这两位农民朋友 就分别来自产粮大省 安徽和吉林 来听听他们都说了什么 吉林长春的董明山 觉得自己村环境优美 要是国家有合适的政策 村里不少闲置的房子 应该能给大伙换来收益 从了去年呢 这个我们村的环境治理改造啊 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家家这个都有小院墙 修的可漂亮了 小彩绘 村村的作为院落啊 这房子闲置房太多 因为年轻人啊 都到去市里边打工 像城里的房吧 能住能卖 像我们农村的 在地的闲置房 能有赚钱的办法吗 农业农村工作 说一千到一万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就像罗应蒂说的 近期年通过种地和打工 生产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 但是跟城市居民相比 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 相对较低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在深入推进农村改革的章节里提出 要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 资格权 使用权分制 有效实现形式 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 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或将有序打开 前提最大的就是财产吸收 要依靠改革来激活农村的资源 激活农村的要素 激活农村的市场 未来通过兴法农村体制的改革 来建立一个情乡统一的建设印第市场 来托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 中国三农报道 聚焦三农热点 助力乡村振兴 气温转暖 冬小麦进入生长关键期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 吩咐河北 江苏 安徽 山东 河南 湖北等 冬小麦主产省 到田间地头查苗情 查伤情 查病虫情 直到各地及时开展春季田间管理 推动落实抗旱保苗措施 为夏粮丰收提供保障 一年之际在于春 眼下各地正在积极开展春耕春馆 确保不务农时 在湖南省衡阳县三湖镇 重粮户开着悬耕机 在稻田里翻耕 为早稻耕种做准备 翻转过来的泥块被太阳曝晒后 既有利于减少虫害 也有利于提升土壤的透气性 今天天气好 太阳好 早点做准备为以后的风行 大家要记住 江苏四虹县 是江苏省的主要产量大县之一 一大早 四虹县金锁镇的麦田里 就开始忙碌起来 眼下是小麦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 为有效防治春季麦田杂草及病虫害 在无人机的助力下 一天时间就可以完成 1100亩小麦农药的喷洒 确保小麦安全生产 山东青岛移峰殿镇的一处温室大棚内 这两天也开始热闹起来 工人们正在忙着分装营养土 剥洒白菜种子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 种植户们用上了蔬菜育苗 血盘播种器 这看似不起眼的小机器 让他们今年的育苗工作省了不少心 在福建省福鼎市的泰姆山镇 万亩西红柿和4000多亩芥菜迎来丰收 农户们正抓紧时间采摘装箱 为采收后要进行的特色蚕豆播种 和早稻育秧工作做准备 实现东收作物采收与春宫春波的无缝衔接 不仅农业生产一片忙碌 眼下也是节后返港复工的高峰 这几天各地推出多种举措 稳就业 保用工 为企业和务工人员提供便利 苏州是江苏省用工大事 全市有外来务工人员350多万 这两天苏州迎来了节后返工的高峰 为此苏州人设部门组织了 点对点复工专车专列 20日中午12点半 载有200多名甘肃天水市务工人员的 复工专列抵达苏州站 他们是由苏州市无疆区人设部门 统一组织从甘肃出发的 车票免费 专车接送 全程专人组织陪同 我是第一次来苏州 配车接送了 我们一路上消毒什么都做特别到位 截至2月20日 苏州市重点企业的返港率已经达到了88% 21日上午 点对点一站市返港务工高铁专列G1904 将甘肃定西的529名务工人员送往福建福州等地 务工专列抵达福州后 由福建当地政府组织相关企业统一进行接送 确保务工人员出家门进厂门 甘肃省定西市是劳务输出大事 劳务收入占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左右 当地人设部门在春节前就开始谋划 为务工人员劫后返港提供服务 保卫我们在年前我们就已经确定了 因为这个我们要做到这个点对点 蒙对蒙 炒对炒 截至现在我们已经点对点包车 包高铁专列 包火车 已经送出了3000多人 开通复工专列的还有安徽 21日上午 载有800多名安徽籍务工人员的G7669次复工专列 从安徽开往宁波 这些务工人员都是免费乘坐 看得特别好 第一次坐这种免费的列车 幸福 很幸福 很开心 我感觉这个事情很好 然后就是说出去嘛 什么的都方便 然后感觉还可以的 算是惠民吧 这趟复工专列到达宁波后 当地用工企业会安排车辆 直接把员工接到工厂 比如它这个当地的企业和我们外属服务人员 以及我们服务人员局和宁母人员 四个边进行了神怒对解 警轮对解 采取了散门 那就是我们的外属工人员 除了假门就上扯门 下了扯门就进长门 这两天 西江伊宁县天鹅泉湿地公园 出现了大片的雾松 一百多只天鹅浮在水面上 细水游乐 趣意盎然 天鹅泉湿地公园周边 分布着较多的地下温泉 冬季不结冰 是多种鸟类的繁殖和越冬地 今年来越冬的天鹅 已经达到了138只 以上就是今天 中国赞动报道的全部内容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